当然一些干货很多人就会选择到年货大街了 像高雄的三缝中街 昨天因为是休假日天气也很好 来了好多好多人 很多地方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了 不过看看大家的替代率 今年因为物价上涨年货价格都调涨的关系 所以虽然来了很多人 但是民众的买气 业者说好像比较保守一些 这个高雄的三缝中街到处人挤人 民众赶在过年前的最后一个周休假日 外出采买年货 店家找来年轻正妹帮忙叫卖 果然吸引不少客人上门 没错的确是什么都有什么都卖 不过经济不请弃 民众出手的购买意愿大幅降低 今年的年货几乎全部都涨价 而其中涨幅最高的就是台湾的香菇 像我手上的这包香菇就要价300元 买得少啦 我会给他建议说 比稿一样的价钱就看你的需求 你如果是喜欢的话 你不嫌弃贵 你就买台湾香菇 因为受到产量减少以及外销大陆的影响 今年的台湾香菇每公斤涨价200元 乌鱼籽干贝 以及过年必备的零嘴 也都涨价一到两成 涨幅比较多的还是乌鱼籽 会少买一点 但是还是要买啦 还好呢 每年怎么买都是这样子啊 虽然东西变贵了 不过年还是要过 看看大街内外的人潮以及车潮 依然急得水泄不同 台湾人民的购买力 果然名不虚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